我參與政治這麼多年 我對台灣的選舉只有一句話形容 就是一群傻乎乎的政治人物 在騙一群很聰明的選舉人 一群傻乎乎的政治人物 在騙一群很聰明的選民 你們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那如果他傻乎乎為什麼我會投給他 我跟各位說選民其實很聰明 只是說這個候選人怎麼騙得到選民的票而已 剛剛我非常謝謝我們廟店主席 我覺得我將來有希望 問說怎麼可以打贏這場選舉 我跟各位說就是他嘛 國民黨現在說要參選總統的人 彼此都不見面了各位知道嗎 所以哇不見哇 不談以後怎麼組一個最強的競選團隊 怎麼打的贏成員群對不對 因為我看郭台銘有很大的長處耶 他這衝勁經濟能力真的很強 那韓國瑜超級接敵器 他講的都是庶民的這個言語 有些人講說他每次講說人進來和我出去 我告訴各位 這句話打動人心 可是有沒有內容 他絕對有沒有 接下來講這個朱立倫 朱立倫也是財經的專業 也從事這麼多年 王近平也是非常有庶民的經濟 尤其他對本省人這塊的經營 最基層的經營他是很雜實 可是我跟各位講 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人叫周錫瑋 我從開始從政到現在就是不忘初衷 不忘初衷是什麼 大局為重 但是做任何事情一定是全力以赴 我要求自己不但清廉專業認真努力 還有一個我要求我自己要有誠信 所以我離開現場之後 我守我的誠信 馬總統找我好多次 要我回去入閣 去做官 去做什麼 我都沒有答應他 因為我跟總統說 我當初講 我不入府 不入閣 不接受任何仇用 就是對你馬英九總統說的 所以我覺得做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誠信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說 我參加這期總統出選 我還有目的叫做tunk call 因為大家都亡不見亡 亡不見亡以後 怎麼打定這個選舉 國民黨TV只會有一個總統候選人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我怎麼辦 我如果我跟各位講 如果不是我我會做一件事 我會自己找候選人 找國民黨中央黨部獎 你給我任何的責任區我全部負責 我全部的時間到明年的1月11號 我全部的時間 投入藍軍的選舉 台軍政策 我覺得他們四五個人都很優秀 可是我周錫瑋 對於經濟 對於兩岸 對於國際 對於軍事 對於環保 對於減碳 對於文化 所有的 甚至對於農業 因為我現在是農夫 我也是畫家 我覺得我這些方面 我都有很長的專長 我從六月開始 我也會開始有許多的論壇 來論述我自己的政策 但是我覺得 如果提名是我 我希望大家幫我 但是提名不是我 我希望把我的政策 論述跟我所有的時間 金錢全部都幫助國民黨 被提名的這個人 來打贏2020 所以我跟各位講 要談就是要談 第一個 我們王跟王之間要談 第二個 跟美國人要談 美國人到底是什麼態度 你今天是要幫民進黨嗎 那請你講清楚 為什麼跟美國人不可以談 當然要談 問清楚美國人你的立場是什麼 你是要支持台東的民進黨 還是你因為要跟中國大陸打仗 所以你把台灣拿去當籌碼 可以談 我跟各位說 我在從政之前 在美商公司做事 做了七年 我學得到的一個經驗 就是跟美國人講話 永遠要理直氣壯 我有理 你要聽我的 對不對 跟大陸也要談啊 現在說好像很怕 我去大陸 那他天天飛機穿越中線 他就軍艦過來 我跟各位講 蔡英文就希望這個事情發生 到時候宣布兩岸緊張 戒嚴選舉不用選 各位 蔡英文最厲害的一招就是 民調一直起不來以後 就搞個兩岸緊張 撿拔奴章緊張就不得了啊 各位 所有中華民國的國民 所有的選民 我現在宣布戒嚴 所以總統選舉暫停 各位有沒有想到這一招啊 所以要不要跟大陸談 要啊 拜託你們別上大 很多的事情請你們暫緩一下 還有一個跟大陸要談的就是說 我跟你講 如果我周徐偉當選總統 我馬上開始要談 談的是什麼 談的是我們中華民國要去統一你們 那他一定覺得很奇怪 其實不奇怪 九二共識最大的一個優點 就是保持了一個 未來發展和統一的彈性 將來可以取一個名字叫 中華民主共和國好不好 可以啊 大家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跟各位說 我講的 如果我答應總統 我要去統戰大陸 去統一大陸 有什麼錯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將來就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大陸談 談完以後 美國人也談 談完以後 開始就是 我們國民黨要對人民來談 我們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作為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魄力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遠見前瞻到底在哪裡 我們將來的國際關係要怎麼做 我們將來兩岸何必共能要怎麼做 將來我們的環保減碳要怎麼做 將來我們的文化創意要怎麼做 年輕人的生活未來怎麼樣做 教育要怎麼做 我們要跟人民談 我們要找機會跟人民談 因為人民要信賴我們 有這樣的能力破例 人民才會投票給我們 千萬不要認為跟人民的談是不必要 只要上上網路去搞好那些小眾的傳播媒體 甚至網路的那種大眾的傳播媒體 就可以騙到選票 騙到民調 我告訴各位 許多的民調選前跟選後是不一樣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 人民是聰明的 他在最後那一刻決定說 哪一個人夠資格做我們的市長 做我們的總統 做我們的立委 所以我跟各位說 真正要團結起來 就是一個姿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